气象局表示全台湾2号受东北气风及南方云气水气影响各地是犹豫 星期一星期二气温偏低 花冬最低温会来到18度 而星期三开始呢 东北气风减弱气温会慢慢回升 不过东半部呢还是会有明显下雨的情形 提醒大家出门还是记得要期待雨具 无意劳动节廉价 不过天气不太好 受东北气风和南方云气水气影响 全台各地犹豫 气象局针对北北基发布大雨特报 花冬地区周一周二气温偏低来到18度 2号3号的天气啊 东北风会比较强 然后温度会比较低 从4号开始东北风比较减弱 但是还是一项整个都受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4号5号6号7号8号 整个还是受到比较偏东北风的影响 2号3号大概是这一周天气比较冷的一个天气 我们2号3号受到的东北风的影响会比较强一点点 然后温度降的会比较多 然后雨也会比较多 然后从4号开始 其实东北风稍微减弱 但是我们还是刚才看到整个天气还是一样 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我们从4号5号6号7号8号 大概还是受到东北风的吹拂 然后整个整周的天气啊 大概就是一个湿冷的天气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啊 从4号开始天气高温啊 基本上是回升了一点 我们可以到最高温大概来到28度 然后低温大概在23度 所以就是偏冷的一个天气概况 一直要到周三 东北季风才会减弱 气温才会逐渐回升 不过花东地区仍有降雨情形发生 海边活动留意沿海长浪 花东民众这周出门 势必吸带雨具 注意保暖以及自身防疫 记者长邦彦华林斯报导